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鞋底 今天呢我跟二道贩子准备出门去买一些东西到加勒福 你打算做什么 海鲜粥 对我说好久没吃海鲜粥了 他是广东人所以说喜欢做这个粥类的 可以可以 我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 是因为我的那个蓝色的帽子我找不到了 再加上我觉得还是保护一下皮肤吧 这里呢就是马拉喀什最著名的大广场 德基马广场 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如果说是正常期间的话 这边这一大片全部都是夜市晚上 白天呢太热了就不开门晚上开门 这个地方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而且呢是唯一一个说是 还在正常使用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广场 这样子 哎 我们从来没见过空的是吧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 就不让他们营业在这儿 因为如果在这儿营业的话 会大量的人聚集嘛 我们现在是朝到那边走去坐公交车 去这个新城那边 现在这边是老城 前面的那个是青城寺叫什么名字 库图比亚 库图比亚 哦 估计现在肯定是关着的 这里呢还有马特服 他们为什么把这个马的眼睛给盖住啊 这啥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 你看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马的眼睛会被盖住啊 意思就是让他们不要左右乱看 只敢往前走吗 这个知识点我还真的不知道 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不要让你们乱跑 好有意思啊 第一次知道 应该就这个 如果有懂行的给我留个言啊 我刚才呢在这家这个运动品商店里买了个帽子 因为我感觉戴这个帽子有点像鬼子 呵呵 要是不骑车的话有点怪异 然后还是戴个这个 是白色的嘛 还是比较防晒的 价格也不高 打完折是110块钱 非常便宜 而且呢在摩洛哥这些 大一点的商场啊 都是直接性可以刷银联的 因为我们银联好像 怎么走怎么走 走错了 就是我们的银联跟他们有签过协议 也就是近一两年吧 好像才入住的 好了 我们现在到加勒福来买点东西 刚才我拿了一颗生菜 结果居然要6.5迪拉姆 哇 就是带叶子的菜在这些国家都非常的贵啊 这个是啥呀 这个 这是西兰花呀 29.5一公斤 就这个 杀了我吧 我们现在去买这些海鲜粥的一些原材料 要这个吗 姜 要 还要啥呢 我看一下里面 哦 这个姜居然49 啊这是姜 这姜49迪拉姆一公斤 将近50迪拉姆一公斤的姜 逗我的吧 这边这个葱啊 这个包装我都吃不起啊 1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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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这个买葱在国内都是直接顺道送一把的 这个来上半斤吧 就是一斤 就相当于是一斤 一斤是 80人民币 80迪拉姆 80迪拉姆这个大虾 这个鱿鱼呢是129亿公斤 我们再来点鱿鱼 它那个大虾好贵啊 要250 这是小鱿鱼啊 小鱿鱼多少钱 小鱿鱼哪个价格 这个 这个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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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来上一斤吧 半斤 半斤也行 这个鱼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它长得丑 你看就就它最便宜 长得丑 对 这个颜值不行 你说你长漂亮点 价格不就是可以加个一了吗 是吧 你看这长得漂亮的都加个一 你看那那也是 哎呀我都不太认识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边三文鱼的话是200一公斤 哪个鱼啊 这个是200一公斤 你不是海里亲生的吗 怎么感觉这么错 然后这边15块钱 可能是1000 哦 好了 我们的海鲜 哇 它包装的好精致啊 可以可以 哎呀 继续走 这边是卖肉的 看一下 这肉还是蛮便宜的 这是羊吗 这应该是羊啊 这应该是羊啊 将近59.9 就是60块钱一公斤 这是羊腿99 然后牛肉 哇这个是 这种牛肉多少钱 116 也不便宜 你看这种 战斧牛排 你看这个多大 这个居然要85 一公斤 好了 走吧 买牛肉的话 还是回我们的那个 就是老城区 那种本地人买肉的地方 比较便宜一点 猪肉 哦 这猪肉吗 这 这这样把你猪肉啊 嗯 猪肉 怎么这么搓呀 这么点啊 就是啊 200克 200克29啊 拿上一点呗 我们来做个肉扫子 可以啊 拿上一盒 我们做个肉扫子 可以啊 可以拿拿上一盒 这是猪肉啊 哇这个猪肉更贵啊 50啊 这几片啊 这是火腿吧 这么一丢丢50滴拉姆啊 我这无处安放的手啊 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 哎呀 他们呢冰淇淋卖的特别的好 因为天气热 看冰淇淋 哇 猛龙 国内的话 我都感觉我吃不起猛龙啊 太贵了 79 将近80 80人民币啊 哦不是79 哦 贵的我就胡说话了 79 迪拉姆 他跟达斯在打折哎 50啊 是吧 那拿上点 拿上点吧 拿两根 拿两根吧 尝一下 打折的好一点 这样子的 好吧 好尴尬 是不是也不一样味道的 嗯 随便了随便了 拿一样的都行 这个这个才是有拍照 打折的是吧 拿上两个刚好打折 老伴给我讲过 就说这个摩洛哥的这个海产品啊 就是捕鱼非常发达 他呢很多这个金枪鱼罐头 说这个罐头特别的好 我呢这一路也吃了不少 这种罐头 你看也挺便宜的啊 这好几个 一二三四四个才二十三迪拉姆 说是好多都是出口欧洲的这个金枪鱼罐头 我们现在是去找一些这个酱料啊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花椒粉你看哪个像 花椒粉是找不到了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吃花椒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吃了能成仙吗 居然是盐 还这样一个动作 吃完再打坐是吧 功力增长的比较快 这个盐十二 这个玻璃瓶 我这么 这是大颗粒盐 就要六十多 有没有屌丝吃的盐 你得往下看了 好了 这就是屌丝吃的盐 这个都算好的了 这还十一呢 估计老百姓吃这个四克钱的大袋 这个也是比较便宜的 哇他们这盐也分这么多种 我刚才说的 我说我买一个这种盐罐子 好看一点是吧 结果一看十二迪拉姆就算了 挺好看的 这个这个鞋带方便我 其实这个冰淇淋呢 35迪拉姆两根还可以 现在刷的是银联卡 好了 密码就不拍了 因为摩洛哥呢 大超市都可以刷银联卡 二刀贩子觉得用现金不划算 因为我们换出点现金不容易 还要手续费的 我们买了这些东西呢 大概264块钱 比辣姆 那把葱多少钱在哪呢 那把葱6块钱 我那个光荡 发表吗 我们现在呢 搭个出租车回去了 太热了太热了 现在温度41度 太可怕了在那边呆呆呆呆 有点滑不来了已经 这个国家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这个新城啊 这边呢超市啊 各方面都比较贵一点 马拉卡石 说是马拉卡石 算是摩洛哥物价最高的地方了 而且刚才我们逛的这个 加勒福的话东西都非常的高 刚才买的那一小撮葱啊 居然人民币要差不多4块5毛钱 就6迪拉姆 我还以为要10块钱人民币呢 那把我吓到了 但是那块姜也不便宜啊 就是葱姜蒜都那么贵 猪肉也是 刚买了200克猪肉 花了将近20块人民币 我那一公斤那不对 100块钱人民币了 那真的吓人 啊 而且呢 是在这边呢 主要是有钱人 还有就是这个老外 住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超市 基本上就是有钱人家老外逛 他们本国的这种就是 普通老百姓的话 假如住在老城区那边 也有专门的菜市场 卖肉的呀 卖菜的都有 各种都有 所以说我们打算明天的话 去买一些牛肉 还有买一些菜 我来做个土豆烧牛肉 因为呢 还有一个妹子也是中国的 他可能说是下午就从 不知道从哪搬过来 到我们客栈来住 刚好呢 二刀饭子回去 给我们做这个海鲜粥 哎呀我这好久没吃海鲜粥了 好了 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个视频见 拜拜 哦忘了说一个事了 我们本身很想买那个中国大白菜 他这边有那个大白菜 就是中国农场吗 还是韩国农场 种种的 那个大白菜非常贵 一颗大白菜大概需要100迪拉姆 就相当于是70块钱人民币 就那么贵 就是因为太贵了也没人买 也没人吃 所以说就下价了 本来的话要有的话 我真的很想买颗大白菜吃 上一次吃大白菜还是在这个阿曼 阿曼的那个就是小李 还有我们一块去餐的时候 不是在那个 哎红哥那你们看视频可以回去看 在那吃了中国大白菜 一颗花了人民币100多块钱 那真的是天价的感觉 大白菜真的在国外就是蔬菜 属于这个就是顶尖的奢侈品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说什么 哎呀这个东西真便宜白菜价 在国外的话白菜真的好贵的 好了这个视频到这 这儿把您的结束了 下个视频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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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